我叫布林姐 我是一名特工 我效力于胡萝卜公司 这一次我的任务是前驻土豆公司 过去他们烤土豆的秘方 我们公司已经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多年 那就是胡萝卜不能放进终路里躺 这一次只要我拿到土豆公司的秘方 一定就能解决这个难题 身为一名特工 我当然有着非常厉害的技能 那就是伪装 我可以伪装成任何我见过的生物 并且学习他们的技能 我曾经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愤怒了一整天 不说这些有的没的 这一次我要伪装成一只猪 带我去化个妆 好了 伪装完成 现在我已经到了土豆公司的楼下 将近门口的保安 是不会阻拦一只可爱的猪进入公司吧 哈哈 你你你 对 就是那个猪 不是 那条猪 也不对 那看猪 怎么两次破碎了呢 哎呀 总之就是猪 你给我过来 你抓啥呢 你明明会说话 你刚刚在那边朝着空气说话 我没听到了 啊这个 这么尴尬的吗 别废话 你要进去是吧 没错 我是一只养慕土豆公司 很久的猪猪少女 这一次来就是希望能够参观一下贵公司 在我们猪圈吃的都是你们家的土豆 行了行了 别说那么多 我们这里不允许野生动物进出的 请回吧 什么 你们竟然歧视野生动物 你等一下 来人啦 大家快看到了 就是这个保安 它竟然歧视野生动物 还有没有天理啦 有没有王马啦 在思想进步的现代社会 居然歧视猪这个伟大的种族啊 我没有啊 哎 行行行 你进去吧 看热闹都散了 好家伙 我怀疑这些人都是你雇的吧 说什么呢 一只猪怎么可能有钱雇人类来打工 不跟你说啦 我进去了啦 我叫布林姐 我是一只猪 啊不对 我是一个假扮成了猪的特工 现在我已经潜入了土豆公司内部 我只需要找到他们存放烤土豆秘方的房间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你在催催念什么玩意儿 不是啦 你怎么跟进来了 你不是开门的吗 我仔细地想了想 私自放一只会说话的猪进公司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已经把你放进来了 所以我决定跟着你 防止你捣乱 那你的大门找谁开啊 我已经有五个算数的高下 雇用了我的同事 怎么了 你有意见 你看背后 有飞碟 嗯 哪儿 哪儿有飞碟 好啊 果然有阴谋 合成老阿阳也太简单了 我的分数轻轻松松就破钱了 这么easy的游戏 居然会把阿阳和裤子难倒 这是丢人丢大方 不过这游戏蛮好玩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